中国自古就是中文轻武 以左为阳,以左为上 以右为刺 当然战争年代 以右为上 乱斥 自然这些就代表阴的东西 代表杀法的气 代表右方的更金 更心金 身有金 左为青龙,右为白虎 一说到白虎,他就往往就煞气 金甘山床白虎他 这个陆林好汉等等这些都是 当然他有他的好 我们曾经看过那个古惑仔 但是几十年前这些 人家江湖反倒很讲究 再往前 就是六扇门啊 就是这些 大家现在 以前道义有道 是吧 现在 不管黑道白道 反正就 就没有那个道 就是自己 就是道 为了自己的道 就不是道 不上道 不大道 小道 迟早是难以长久的 同时呢 中国也是中文清理 文科 理科现在比较重视 我们都说男人适合学理科 现在的这个普遍是这样 当然也有女人计算机院这些很好 就是搞那些 因为女子女人的脑子它是空腔 就是它是一个球 就是一个球 它就什么东西往里装 就想什么的时候 就乱了 但是它灵感好 这个男女的区别 都是这个女人的 它就是艺术细胞 这种 所以说女人 唱歌啊 跳舞啊 这些 它那个 包括这个生态的长相 这些都是身姿 都是体现出它的美 你看动物件 往往都是公的好看 漂亮 它展现 为了追求异性 它展现它的 这一面啊 它就是以外形为主 而这个人类 反而相反 当然动物件也要各立 这个我们 它有这个事 相对就有绝对 大体上说 大同小异 人它讲男才女貌 是吧 女人它比较在意这个 外在的面貌啊 这个身材啊 有说女子无财便是得 这个我们专门在讲 为什么 嗯 当然 同时这个女性 漂亮 其实 它也两说 丑人 不落常在丑人边 嗯 这个我们都会讲 嗯 这就是这个这个 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们要单独 我们要单独 拿发一个知识点 成体系的 我们不会说的 时间都浪费在这儿 这个男人 他就用他的才华 啊 他真正内在的这种 保读诗书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责任感 这是最重要的 其次他的这个这个学识 眼光高 眼光远 脚跟稳 嗯 这文武 文理 学道者 往往是高高在上 但是他经常不接地气 嗯 学儒家呢 他就是 他的是 包括学法家 学末家 他就在在地 现在 现在所谓科学家 往往都是理科 没有文科的修养 所以科学家 永远不懂诗人 而诗人也不理解他